你相不相信这个世上有报应的存在,如果有的话,你最希望谁得到报应。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,小伙作私踩踏别人的坟头,还把花圈踢碎,结果回家后,报应就来了。 一件事发生在洛阳市,宅镇镇,大郭庄村,那一年我十一岁,上小学五年级,而那个时候,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一片荒地。 一条乡村小路的两旁有很多的坟营,每天我会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走那条路,那时候我和赵琪,吴强是最好的朋友,每天放学都会到其中一家去一起写作业,因为赵琪学习比我和吴强好,所以我们俩总是抄赵琪的作业。 那天放学和往常一样,我们三个商量着去我家写作业,走到一处坟地的时候,吴强好像被坟地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了,停住了脚步,他好像发现了什么,叫我和赵琪一块看。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,原来是一个大坟包,应该是新立起来的,旁边放着花圈还有一个只做的像旗子一样的东西。 吴强就是被那个纸旗吸引了,说是要过去看一看,我和赵琪都不敢,因为坟里埋的都是死人。 我和赵琪看吴强往坟包内走,就劝他不要过去,还是赶快回家写作业,可吴强根本就不听。 吴强静直地走到那座新坟前,一伸手就把那个纸旗给拔掉,然后他就扛着那个纸旗爬到了那座新坟的坟头上。 他站在坟头上像个胜利者一样笑着说,那个坟头被他占领了,以后就是他的地盘。 我和赵琪没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走到那座坟前和吴强商量着让他快点下来,如果让这座坟的主家看到,非挨骂不可。 可吴强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,还在那像山大王一样的让我和赵琪给他下跪。 吴强看我和赵琪一脸害怕的样子,也不和他一块闹,觉得没意思,就从坟上跳了下来。 我以为他就这样跟我们回去了,哪知道他走在后面,又飞起一脚把坟旁边的花圈踢倒了,那花圈是纸糊的,一踢就散了。 吴强又在花圈上踩了几脚才肯罢休,扛着从坟头上拔下来的纸旗跟我们一起回家。 在回家的路上吴强一边挥舞着那个纸旗,一边嘲笑我和赵琪胆小,我不愿意听就说了他几句。 结果弄得他也不太高兴,也没在和我说话,一直走在后面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他在后面一直咳嗽。 我也没在意,就这样回到了我家一起做作业。 我家就一个小树桌,也容不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坐,就只能坐在小板凳上,扒在炕上写作业。 吴强坐在最边上,从路上就一直在咳,而且越咳越厉害,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 听声音,好像嗓子里有很多的痰卡着。 他用力地咳了几下,吐出了一口浓痰。 那口痰特别的粘稠,很黑,看着恶心极了。 我就想埋怨吴强几句,可他手捂着脖子,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,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 憋得他满脸通红,两眼翻白,紧接着吴强快速地起身,捂着嘴巴就往屋外跑。 我和赵琪不放心,也跟了出去,就见吴强拱着腰在大口大口地呕吐。 我走上前去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,可走得近了,那呕吐物有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让人作呕。 吴强一口接一口地往外吐着黑水,看着很吓人。 我和赵琪正不知道怎么办好,奶奶听着动静不对,从里屋走了出来,问吴强是怎么了。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只能说从回来的路上开始,吴强就一直咳嗽。 奶奶看了一眼吴强吐的黑水,脸色就变了,他好像看出了什么。 转回头来问我,是不是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事。 我不敢隐瞒,就把路上吴强怎么上人家坟头,怎么踢花圈的事,一五一十地跟奶奶说了一遍。 奶奶听我说完,脸色更加阴沉了,说吴强踩坟头,那就是踩人家房顶。 还问我吴强在坟上拔的纸漆弄哪去了。 我们回来的时候,一进院吴强就把纸漆立到了屋外的水缸旁边,我指给奶奶看。 奶奶说吴强拔掉的纸漆叫,零头翻,是死了的人引路用的,不能随便乱动。 吴强这是对死人的大不敬啊。 这时候的吴强已经停止了呕吐,弓着身子,低着头,还在不断地倾壳。 奶奶双手合十地走上前,说老李大哥,你别跟他一个小孩子计较。 他还小,不懂事。 刚开始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说这些,可听奶奶一说,我突然想起,村里前两天死了一个老头就是姓李。 吴强听到奶奶的话,转过了头,说小孩不懂事也不能踩我房顶,动我的东西啊。 奇怪的是,他的神情和语调却变了,不再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模样,像一个年迈的老人。 奶奶一个劲的座椅给吴强,赔不是,说孩子小不懂事,求他饶了这一回,孩子年纪小,经不住这样,求他赶快回去。 我看吴强像变了个人一样,我很害怕就躲在奶奶身后,当时的吴强可能就是老人们常说的鬼上身。 那李老头好像很是生气,不依不饶地说,孩子闯了祸,都说年纪小不懂事,不好好教训一下,长大了还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。 奶奶也顺着李老头的话说,还说一定让吴强的父母狠狠地教训他,让他长记性,吴强损坏了李老头的东西,会让吴强的父母加倍地赔偿给李老头。 奶奶刚说完,吴强就把头低下了,好半天也不再说话,然后身体一颤就像一颠倒了下去,奶奶离得近,盲伸手扶住了他,吩咐我赶快去把吴强的父母叫过来。 我看得有些害怕,不敢怠慢,一路小跑地去了吴强家,到了吴强家,我慌里慌张地把事情经过大概地和吴强父母奖励下,吓得他父母一路跑着到了我家。 吴强已经醒了过来,但是精神头好像很差,他父母看的那样子也没怎么责怪他。 但吴强缓过劲了,由他爸爸背着他准备回家,奶奶最后告诉吴强的妈妈,一定要按照答应李老头的条件去办,答应死人的事,办不到会有麻烦的。 吴强的妈妈满口答应,又对奶奶千恩万谢,如果今天不是奶奶在,吴强还不知道得遭多大的罪呢? 等吴强他们走远了,我问奶奶,吴强刚才的那个样子是不是鬼上身? 可奶奶并没有跟我说明吴强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,她只是嘱咐我遇到死人的地方最好是绕着走。 那件事之后,吴强上学放学都不再走那条路,而是走一条要绕很远的路,而我再走到那里也是快速地通过,不敢做任何的停留。 话说青州有一里性懒汉,年纪轻轻地每日赖于家中,也不谋出路,只靠着父辈留下的一点家底过日子。 你好歹出去找个营生,多少能贴补些家用? 妻子每次劝她出去谋个营生,她都急不耐烦,总想着有财运找上门来,大发一笔。 急什么,我只是财运还没到,等财运到了想不发财都难。 整日赖在床上,不知你才从何来? 你还别说,还真让她等来了,有一幼时好友青山以范绿为生,乃一日找上门来,扫扫。 呦,青山来了,快屋里坐。 妻子一见,忙将其迎到屋内,又到了茶水。 我看李兄一直负贤嫁重,现有一桩买卖,我一人有些吃力,看李兄是否愿意一起。 哦,能赚多少? 青山说有一商家要采购数十之旅,他一人本钱不够,想让李生拿些钱出来。 两人合力接下这一单生意,顺利的话每人怎么也有个三五十两吧? 事成之后,每人能赚上几十两银子。 李生一听几十两,虽不如预想得多,可也不用自己出什么力,就答应了下来。 少是少了点,全当是出去走走,活动活动筋骨了。 青山在青州购入了几十头驴子,两人一起赶往为县,一路上李生半点忙都帮不上,只顾着眼迪闲臭了。 每日和这些骚傻的牲畜打交道,你怎么受得了啊?让李兄跟着受苦了。 此次一去就是半月有余。 半月之后,李生回到家中,手捧一袋银子。 相公,你回来了? 妻子一见赚了这么多钱,大喜啊。 青山不是说能赚三五十两吗?这里足有百两之多呀。 夫妻正闲谈着,青山的妻子找上门来。 他听闻李生回来了,却不见青山回来,就赶过来想问一问青山的去处。 李家兄弟,我夫青山,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? 李生露出一副为难的模样。 唉,有些话我本不该说,可不说又觉得对你不公。 他在违线结识了一个相好的,两人远走高飞了。 说是青山携款与一女子私奔了。 想不到那青山,竟是如此薄情之人。 到了晚间,床榻之上妻子数落起青山无情,见色起义,抛弃妻子,李生也没言语。 待他睡下之后,静夜中听得有水滴之声,且就在床边,他眯起眼睛侧眼观瞧。 这一瞧不要紧,就见床边站立着一个人,周身上下不停地滴着水,正是未归的青山。 青山满脸血水地向他索命。 我很冷啊,你为什么这样对我? 李生吓得体如筛炕,跪在床上磕头求饶。 我错了,我不该剑材起义。 发出的声响,惊动了妻子。 相公,你怎么了? 你饶了我吧,饶了我吧。 妻子将手搭在他的肩上,吓得他哇哇大叫。 啊,不要抓我,放过我吧。 青山,青山来找我索命了。 青山? 妻子听他口中念叨着青山索命,绝出了蹊跷。 哪里有人啊? 屋内却不见有什么人,只是地上不知为何有一滩血水。 这地上哪来的一滩水啊? 一定是他来找我索命了。 李生见后更是害怕,妻子追问他青山的真实去处。 你把青山害了? 我,我一时糊涂。 李生便讲起了二人在回来路上所发生的事。 二人这场生意极为顺利,各分了几十两银子。 想不到犯几头驴子能赚这么多的钱啊。 李兄快把钱收好,钱财不以外漏。 这荒山野岭的被人谋了才都没人知道。 行至荒野的时候,李生起了谋财的念头。 二人在一处古井边歇脚之时,李生将青山框骗到井边。 青山贤弟,你快看这井中是何物。 哪有什么呀,趁其不备,一手抢夺钱贷,一手用力推搡,将青山推至井中,又恐其不死,往井中投了几块大石,拿了青山的钱财回到家中,又骗青山的妻子说他与人私奔了。 妻子听后大怒,骂他不知感恩,竟害了青山性命。 你怎能做出如此,忘恩负义之事。 责骂过后,又劝他到衙门自首。 我陪你去官府自首,免得余生都为噩梦困扰。 带到天明,李生来到官府坦白了一见,官府将其受用,又命人找到古井,将青山尸身打捞了上来。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,一人不尽妙,二人不看警啊。 冒在传说中是通灵的,而黑帽更是象征着人间连接阴间的桥梁,据说撞死黑梦,很可能要遭报夷。 李宗平是个货运公司的货车司机,19年的时候,他接到订单,要把一批货送到几百里外的苗寨中,别看就区区几百里, 但全部都是山路,山间陡峭,路况又不好,要开十几个小时,李宗平带着他的徒弟一起轮流开,白天还好, 到了晚上,头一次开夜路的小徒弟话就多了,问李宗平开了十几年,有没有遇到怪事。 李宗平说,那都是他们瞎说的,无非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太紧张,自己吓自己罢了。 平常一个人开货车,加上盘山路也没有路灯,晚上寂静的可怕,心里难免有些发毛。 不过,李宗平都习惯了,行驶到一处缓冲区的时候,徒弟说要下车放水,李宗平也觉得开得有些累了,决定下来休息一下, 就在徒弟突然放水的时候,突然大叫了一声,听那声音,好像看到了可怕的东西。 李宗平忙走过去,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去看,由于天太黑,李宗平就把腰间的手电筒打着了。 只见漆黑的路上,有两个绿色的圆点,明亮异常,看起来像是什么动物的眼睛, 可那动物一动不动地处在哪儿,一直朝着他们看,不怕也不跑,面前地上好像还有血, 李宗平也有点发毛,但在徒弟面前不能表现出来,就决定上前去看看。 两个人互相撞着胆,向前走了十几米,走近后才发现,那是一只黑猫正蹲在路中间。 刚才的绿色光点,正是黑猫的两只眼睛,李宗平松了一口气,可定睛一看,才发现不对劲。 原来那黑猫的脚下,还有另一只小黑猫,只是已经死了,血流了一地。 小黑猫身体被压扁了好大一道夜,不用猜就知道是被过往的车辆压死的,那口中还流着血, 应该是刚死不久,徒弟吓得问师父该怎么办。 此时,李宗平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,心想,还好刚才决定下来歇会, 要不肯定杀不住车,把另一只黑猫给压死了。 而这只大黑猫,肯定在守护着他子女的尸体。 李宗平心软,决定帮一帮,他们便缓缓地靠近黑猫, 那黑猫可能是看出李宗平并没恶意,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。 李宗平一边看着那大黑猫的眼睛,一边把小黑猫的尸体收拾了起来, 决定给他去埋了,不然放着,有车来回走可能还会出事。 李宗平看得出那大黑猫是不反对他这么做的, 两个人找了一块破布,将小黑猫的尸体包了起来, 然后到路边的山坡上,找了个地方埋了, 而那只大黑猫就这么一直跟着他们,直到李宗平他们离开。 李宗平和徒弟转身离开的时候,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, 那黑猫就蹲坐在孩子的坟前,眼睛依旧看着他们, 表情像极了悲伤的人,汽车重新发动, 师徒俩面死阴沉,都觉得刚才发生的事十分诡异, 不过后来也没有遇到别的事情,第二天一大早抵达了苗寨, 李宗平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,正好认识一个寨子里有名的苗屋, 就把昨天晚上的事跟他讲了一下,苗屋叹了一口气说, 猫在传说中是通明的,而黑猫更是象征着人间连接阴间的桥梁, 撞死黑猫是要遭报应的,幸好李宗平他们没撞上, 听了也没多想,然后就打算尽快回去,说来也是奇怪, 无论师徒俩谁来事,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,也查不出毛病, 没办法,他们只能在寨子里住一夜,准备第二天再找人来修, 可第二天早上更奇怪了,修车师傅眼看要来了, 李宗平习惯性打了一把,没想到车子一下就启动了, 一点问题也没有,师徒俩对视了一眼,都有些摸不着头了, 但车子总算好了,那就回家吧,白天车稍微多了一点, 两个人一路顺着盘山路向大山外开, 因为晚上下过雨的原因,路变得十分湿滑, 再加上这两天怪事接着一件,李宗平车开得非常小心, 可等快要驶离盘山路时,还是出了事, 然个人发现前面有一群人正围在了,不知道在干什么, 因为路也堵了,师徒俩停了车, 操上前去查看怎么回事, 才发现是一辆小货车正被拉上拖车, 小货车的车头已经完全扁了, 破碎的车窗边上还有血迹, 跟旁边人一打听, 小货车昨天晚上回城的时候, 遇到山体滑坡,被落下的巨石砸了个正阵, 两个开车的人都被砸死, 师徒俩听完后被冷汗直冒, 然后小徒弟碰了一下李宗平, 指着小货车车头的保险梁, 这一看也是大吃一惊, 小货车的保险梁上有块血迹, 血迹上还沾着一撮黑色的毛, 这撮毛不正是黑猫的毛吗, 李宗平从那以后开车再遇到小动物都万分小心, 因为他相信曾经有一只黑猫在冥冥之中, 让它们躲过了一街, 其实路上车开得急, 偶尔压到小动物也是很难避免, 这里有个小建议, 压到了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 只要路上多念几遍, 不是有心, 还请原谅, 黄泉走好, 早日脱身, 然后找个路口捎几张纸, 大多都会没事的, 下面的这件事, 说是聊斋志义中大名府有个杨姓人家, 家中兄弟两个, 杨万诞和杨万忠, 杨万诞娶了个妻子李氏, 凶悍无比, 杨家老的小的都要伺候他, 全都屈服在他的因为之下, 对杨万诞, 他是忽来喝去, 但凡有点不顺心的地方, 非打即骂, 杨万诞也不敢言语, 对于家中老妇, 那更是苛刻, 不但被撵到了柴房居住, 送东西给父亲吃, 杨父也知道他们兄弟不义, 家中有李氏操持, 还算兴旺, 让儿子以后不用来了, 知道了又要责骂于他, 儿子羞愧不挤, 哭着说自己无能, 让父亲受苦了, 老父亲说, 他这把年纪也没几天活的了, 不要紧的, 只要他们兄弟能好好的就行, 杨万诞的弟弟一家, 也要看李氏的脸色过活, 一家人整天大气, 不敢在李氏面前出, 话说有那么一年, 杨氏兄弟到郡城赶考, 不在李氏身边, 两人有说有笑, 结识了一位名叫王德发的旗人, 三相谈甚欢, 便结拜成了异性兄弟, 临别之时, 王德发相约他日登门拜访, 几天过后, 王德发还真的来了, 杨父正在门口晒太阳, 王德发以为是邻人, 便上前问着可是杨家, 杨氏兄弟把王德发迎到了家中, 让王德发奇怪的事, 除了杨氏兄弟, 家中不见有别人出来相见, 一问之下, 兄弟二人也是支支吾吾, 三人做了好半天, 王德发早就饿了, 就问能否开饭, 兄弟二人极为尴尬, 又等了好长时间, 就见一个丫鬟端了一些吃食进来, 竟是一些糙面馒头和一碟贤菜, 王德发顿时大怒, 我当你们是兄弟手足, 你们竟如此待我, 这不是羞辱人吗? 兄弟二人连忙道歉, 让他不要高声, 声音惊动了李氏, 李氏咒骂地走了进来, 说什么人都敢网家招, 要是山贼饿到怎么办? 杨万旦刚想上前解释, 就被妻子给了一个大逼道, 吓得杨万旦跪倒在地, 大气不敢出, 杨万中低着头, 把王德发拉出了房间, 王德发也不走, 跟杨万中借了间空房, 命随行的下人做了衣桌韭菜, 又请来了杨父, 给他换上了新衣裳, 杨父宇虽然是又感谢又害怕, 结果还没等他们动宽, 屋外又传来了李氏的咒骂声, 哪来的狐朋狗又敢在我家摆捕, 王德发说嫂子为何如此刻薄, 可李氏根本不听, 对其破口大骂, 还让他滚出去, 杨家老少为了让李氏消气, 跪成了衣牌, 李氏这才罢休, 在李氏离去之时, 王德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 你这汉父自会有人收拾, 但完杨万旦就没能上床睡觉, 而是跪在地上, 到了后半夜, 房门框的医生被撞开了, 走进来几个身形高大的恶鬼, 一把将李氏从床上薅了起来, 李氏高喊不要杀他, 药钱药物都可以给他们, 恶鬼并不为钱财而来, 说他汉父心肝, 作恶多端, 是该付出代价了, 李氏还想出言狡辩, 说自己终日操持家务, 从不做一件恶事, 那恶鬼在他胸前划了一刀, 说老人食不果腹, 衣不避体, 视为不敬老, 对夫君非打击骂, 视为不相夫, 每说一条罪状, 就在他身上划一刀, 将他犯下的罪状一一竖清, 最后还要娶他心肝, 杨万诞惊恐之余, 跪在地上苦求, 饶了他家娘子姓名, 恶鬼念其心诚, 念在杨万诞对他还有夫妻情义份上, 暂且饶他一次, 若干再犯, 必来娶其心肝, 说罢夺满而去, 李氏在床上躺了半月有余, 并好好痛改前非, 又是孝顺老人, 又是团结轴礼, 偶有不顺, 想发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心肝俱疼, 也就不敢发作, 王德发在杨万诞家住了一个多月, 才收拾东西离开, 自分别以后, 杨家兄弟再也没见过王德发, 事情发生在2011年, 江苏省苏州市宁武县吴家村, 村里的吴强把太原石不错的工作辞了, 回到村里安心照顾老母亲, 吴强的爸爸去世的早, 老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, 供他上了大学这些年, 吴强毕业参加了工作, 家里的条件刚刚有所好转, 可老母亲却生病瘫痪了, 这一趟就是一年多, 吴强是个孝子, 宁可回到村里天天陪在妈妈身边, 这一天吴强去镇上买东西回到家, 突然在自己家院子里看到一个老太太的身影, 走进了厢房, 这身影怎么看都像妈妈, 可是这怎么可能, 老母亲明明瘫在床上, 怎么可能在院子里走动呢, 可是自己却眼睁睁地看着呢, 那熟悉的背影不是妈妈还能是谁, 吴强马上跑到厢房去看看, 这一看却哪里有人像房地方本来就不太大, 放一点日常的家用农具, 一目了然, 看来的确是自己看错了, 吴强虽然觉得奇怪, 也没有多想, 提着买来的东西就回到了正屋, 可没想到却真的看到自己的老母亲在康上坐了起来, 要知道老母亲已经瘫痪一年了, 突然坐起来, 吴强心里很高兴, 母亲说他今天突然感觉舒服多了, 浑身也有劲, 老太太刚起来就给吴强收拾起了衣服, 并且嘱咐他赶紧回城里找个好工作, 多么不容易, 并且把吴强的衣服都重新分开放了, 整理得整整齐齐, 还说到户口本, 毕业证什么的都放在柜子上面了, 以后别找不到了, 这一年都要照顾妈妈, 还要干农活, 吴强日子过得很糙, 看到妈妈好起来了, 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 突然鼻子一酸, 母亲突然对吴强说到想吃鱼了, 让他去买一条, 听到妈妈想吃鱼, 这可高兴坏了, 吴强马上就跑了出去, 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四叔, 并把情况告诉了四叔, 四叔听了吴强的话, 似乎有话要说, 可又有些吞吞吐吐, 四叔说到吴强啊, 你娘的身体我也知道, 怎么突然可能好了呀, 八成是回光返照呀, 有些后事, 你得提前准备着, 四叔说完话啊, 吴强面上没说啥, 可心里却十分的不高兴, 吴强回到家里, 是要院里, 很快飘出了鱼箱, 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多饭了, 吴强看了, 心里别提有多美了, 吃着饭, 吴强跟妈妈说起了, 看到厢房, 一个特别像母亲的奇怪事, 妈妈听到吴强说起的事, 突然沉思了一下, 放下了碗筷, 老母亲捧起了吴强的脸, 交代起了吴强以后的生活, 说到强强, 娘不能陪你一辈子, 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, 吴强感到很疑惑, 娘不是都好了吗? 儿啊, 娘已经不行了, 可是娘用你这样一个好儿子, 娘一辈子都知足了, 你照顾好自己, 回城里去吧, 别在这小山村待着, 好好吃饭, 找个正经媳妇, 不用漂亮的, 只要好好, 好好过日子, 老母亲安详地死在了吴强的怀里, 随风舞动的指前飘满了整个村庄, 吴强抱着妈妈的遗像, 哭得像个泪人, 妈妈终会离开, 吴强曾无数次做好心理准备, 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, 心里就像一下失去了整个世界, 老盆一摔, 孝子陪妈妈走完了最后一程, 愿妈妈再那一事, 不再受苦, 这件事发生在2007年, 那时候我跟一个同乡, 到浙江省长山县, 一个叫张家霸的地方干工程, 当时我和同乡, 还有一个当地人吴强住在一起, 临时租了个民房做宿舍, 我们宿舍一共住了三个人, 我, 还有同乡王安林, 另一个是当地的, 因为家里工地有些远, 也住在了宿舍, 叫吴强, 都是年轻人嘛, 没几天也就混熟了, 我们做测绘的, 天一撩黑就收工了, 吃过满饭, 没事干, 我们三个人就轮流讲鬼故事, 那天王安林讲了一个他大姑的村里发生的一件事, 说是一个女的, 白天回娘家到了晚上挂着家里的孩子, 就连夜往自己家赶, 乡下晚上很黑, 她路过一片坟地的时候, 突然尿急, 她看四下也没人, 就在路边解决了, 当她解完手, 一扭头发现, 这一泡尿正好尿在了一个坟头上, 这可把她吓坏了, 提上裤子就往家跑, 等进了家门, 人已经神志不清了, 见谁咬谁, 最后把四岁的亲儿子活活咬死了, 村里的好多人都心眼看到了, 说她那样是让恶鬼附体了, 王安林讲的是有鼻子有眼的, 大晚上的听着感觉搏梗子都冒凉气, 我对这种神神鬼鬼的故事很着迷, 听完了就盲问王安林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, 一旁的吴强却笑着说, 王安林讲的都是天油加醋糊弄人的, 这世上哪有这么多鬼啊, 我并不赞同吴强的话, 在我看来,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, 如果没有鬼, 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遇到过呢, 总不能都是编出来吓唬人的吧, 王安林听吴强说自己讲的是编出来吓唬人的, 有些不愿意冲着吴强嚷嚷, 让他讲个真的来听听, 吴强见王安林为这事生气, 有些好笑, 就故弄玄虚地问我们是不是想听真的, 我听吴强的语气, 他好像知道些什么, 就起身问他, 吴强说, 就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张家霸就有很多邪门事, 而且这里的很多人都知道, 吴强停顿了一下, 一脸凝重地说张家霸这里就有人养鬼, 这种事可从来没听过, 我和王安林一下就来了精神, 盲问吴强说的有人养鬼是真的假的, 而王安林却不太相信, 说吴强是吹牛, 听见王安林说自己吹牛, 吴强也来劲了, 他说就在这张家霸的溪边有个水塘, 那里住着一个怪人, 他的身上就养着鬼, 吴强说完, 看我们一脸不太相信的表情, 就说如果我们不相信, 明天可以带我们去亲眼看看, 带着对神秘事物的一种期待, 那一晚我们早早地就都睡下了, 第二天下了宫, 我, 王安林和吴强三个人早早地吃了晚饭, 由吴强领着, 要去见识一下那个养鬼的人,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些老实建筑, 各种名称的小巷纵横交错, 吴强带着我和王安林在小巷里绕来绕去的, 王安林有些不耐烦了, 吴强说再过两条小巷就能倒, 他是当地人, 对地形比较熟悉, 王安林也就不再多问, 我们又在窄巷子里转了两个弯, 眼前出现了一片很老的明清建筑, 那些房子看上去很破, 也不像住着人, 应该是老城改造等着拆除的老屋, 吴强站住了脚步说, 那个养鬼的怪人就住在那老屋里面, 那些老屋年代久远, 又没人居住, 天又黑下来了, 看着就有那么几分阴森, 我和王安林正看得愣神, 吴强就问王安林, 是不是怕了, 如果怕了,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, 王安林让吴强用话一击就来劲了, 率先走在了前面, 我和吴强也紧紧地跟在他的后头, 来到了那座老屋的跟前, 到了那老屋的墙边, 吴强把我和王安林拦到了身后, 示意我们小点声, 怕被屋里的人发现, 看吴强的样子, 应该是他以前来过, 我们三个人, 轻手轻脚地凑到了窗户底下, 听着里面没动静, 吴强就手趴着窗台伸头往里看, 我和王安林也是好奇, 也跟着他一块扒到窗户上往屋里看, 屋子里光线昏暗, 也没什么摆设, 还有一阵阵的煤烂味夹杂着一些腐臭味, 屋子里坐着一个人, 背对着我们, 低着头, 也看不清面貌, 这应该就是吴强说的养鬼的人, 我们三个人扒在窗户上, 大气也不敢出地往屋里瞅, 那个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低头坐在那里, 就这么丑了有七八分钟, 突然那个人开始肩膀抖动, 发出轻微的乌叶声, 似乎在抽气, 我们三个正觉得索然无畏, 他突然开口说话了, 带着一种哭腔在向某个人求饶, 因为声音不大, 听得也不完全, 大概是说他干的事情已经被周围的人察觉了, 如果再干, 被发现了, 就不能留在这里, 要搬到别的地方去, 他说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, 就缩回头来小声地问吴强, 他在跟谁说话, 吴强也只是听说有这样一个人,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, 而屋子里也并没有别人, 不知道他在和谁说话, 难道真的和传说的一样, 他在和鬼说话, 而我们看不到, 这时王安林提议说, 我们可以从房子的一侧绕过去, 房子的另一边还有一扇窗户, 可以看到他的正面, 我和吴强都赞成王安林的办法, 受好奇心的驱使, 我们决定绕到另一面去看个究竟, 因为很多的房子都已经拆了, 我们三个从一些废墟和工程垃圾中小心地绕了过去, 还是吴强第一个上了窗台, 因为窗户对着那个人的正面, 我们三个人都上去怕被发现, 就由吴强先上去看个虚实, 可吴强刚探头向屋里看了一眼, 身体就是一颤, 像是看到了极其震惊的画面, 他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, 吴强受到了惊吓, 从窗户上缩了回来, 我和王安林盲问的看到了什么, 可吴强用双手捂住了嘴巴, 好像要呕吐, 吴强一转身捂着嘴跑到了远处, 开始呕吐, 这更加剧了我和王安林的好奇心, 吴强到底在屋子里看到了什么, 让他有那么强烈的反应, 难以按捺的好奇心, 驱使着我和王安林爬上了那扇窗户,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情景, 那个人的上衣敞开着, 骨瘦临寻,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某种动物的腿, 而让人毛骨悚然的, 使他的腹部长着一张人脸, 正在啃食他手里的肉, 发出咯唧咯唧的咀嚼声, 地上还摆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动物尸体, 突然, 那肚子上的人脸停止了咀嚼, 用一只血红的眼睛看向了我和王安林, 吓得我和王安林大叫一声, 从窗户上跌落下来, 恐怖的画面震慑的我俩瘫坐在地上, 忘记了逃跑, 那窗子里传出一声淒厉的喊叫, 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, 听声音并不是那个男人的, 那么只能是那张脸发出的喊叫, 我从没见过也从没想过, 这世上会有如此诡异之事, 在一旁呕吐的吴强, 拉齐我和王安林就跑, 我们三个头也不回的一直跑回了宿舍, 第二天, 我们把这件事和工程队的同事说了, 很多人不信, 于是组织了很多人又一次到了那个老屋, 可是已经人去悟空, 只留下了很多动物的骨头和尸骸, 关于这件事在当地有几个版本的说法, 有说他肚子上是长了个怪瘤, 也有说他是被恶鬼操控了, 让他喂养自己, 而我知道今天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, 老汉觉得自己老婆长得不好看, 第二天老婆突然变了一张脸, 欢迎观看鬼是会之换头, 这是在我们那流传的一个故事, 很有意思, 讲出来大家听听, 说是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, 村里有一户人家莫名其妙的着了火, 火势很大, 村民看到后都帮忙灭火, 着火的是一个叫孙寡妇的家, 她就一个人主, 平时神神叨叨的灯火扑灭了, 发现孙寡妇被烧死在炕上了, 屋里有很浓的焦丑味, 进去的村民就发现在一张桌子上供奉着一个牌位, 上面写的什么看不清, 奇怪的是桌子都烧成炭了, 只牌位和它周围没有被烧到, 屋里有死人, 加上那牌位看着肾得慌, 村民就都出去了, 后来村里帮孙寡妇受了尸, 她那房子就一直慌在那儿, 直到几年以后的一天夜里, 村里的一个罪汉路过那儿, 听见有个女人叫她, 找了找发现那声音是从荒宅里传出来的, 她以为里面躲着人就走了进去, 人没找到, 却发现了那个牌位, 她也是喝多了, 就认为是那个牌位在和她讲话, 而且还是个女人的声音, 罪汉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, 就让媳妇骂醒了, 罪汉不知道咋回事啊, 迷迷蹬蹬地就坐了起来, 发现怀里抱着一个牌位, 她也记不起来是怎么拿回来的了, 也觉得有煤气, 就在她想扔掉的时候, 牌位又说话了, 让她把牌位供奉起来, 可保她发财, 让她多多囤粮, 来年就能有横财一笔, 罪汉咬着牙借了钱, 囤了许多的粮食, 也把牌位供奉了起来, 等到了第二年, 赶上了大汉, 罪汉把囤积的粮食, 以数倍的价格卖了出去, 狠狠挣了一笔, 又置办了几间大瓦房, 过起了有钱人的日子, 对牌位也奉如神明般每日祭拜, 一日, 那牌位让她藏好钱财快躲出去, 有人要趁夜抢她, 罪汉牌位所说的躲了出去, 果然夜里有几个人闯进了她家, 只是一番翻找后, 没找到值钱的东西, 罪汉回到家中, 虽然被打砸了一番, 可并没有钱财的损失, 罪汉对牌位感激不见, 可牌位却说已经帮了她两次, 还有最后一次, 帮完就不能再帮她, 罪汉想了又想, 自己房子也有了, 钱财也有了, 就差媳妇长得不趁心了, 于是就求牌位给她媳妇换了张漂亮的脸蛋, 当晚罪汉和媳妇睡下的时候, 媳妇还是依附纯笨的模样, 可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再看, 她媳妇变得漂亮又年轻, 只是脖子上有一道象巴一样的痕迹, 打砸以后罪汉到哪都带着媳妇, 过了有两年, 有一天在集市上碰到一个人, 非说罪汉媳妇是她女儿, 罪汉两口子都父母双亡, 就跟老头理论了起来, 结果一问才知老头的女儿两年前患病死了, 罪汉媳妇长得和她女儿一模一样, 罪汉两口子一看老头人还不错, 干脆就败了干亲, 两口子也算有了在世父母, 隔年媳妇又给她生了个大胖小子, 一家人也算起乐融融, 只是那牌位再没说过话, 罪汉也没再有所求, 依然把她供奉在仓房里, 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朋友李刚身上的, 李刚和徐蕊是一对大学情侣, 毕业后两人决定在城里闯荡, 三年下来两人的工作稳定了, 在各自父母的支持下, 在郊区买了一套房, 也开始筹备结婚的事宜, 这个小区地段很偏, 周围有很多荒地, 住户也不多, 即便如此, 能有个自己的房子, 两人心里还是美滋滋的, 不过两人的甜蜜很快就被一件事情打断了, 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, 徐蕊那天到便利店买牙膏, 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, 他们小区是一堤两户的小高层, 徐蕊在对门的门口看见一个女人, 这女人就这样站在门口, 嘴里在碎碎地说着什么, 看起来很是奇怪, 李刚正在玩游戏, 哪有空管这事, 便随便安慰了几句, 原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, 没想到这女人又被李刚碰到了, 由于家离这单位挺远的, 李刚每次到家都要过七点了, 这一天李刚刚出电梯, 便看到了一个女人站在对门的门口, 她的头抵着门框, 嘴里在嘟囔着我要进去, 李刚心想是不是忘带钥匙了, 便有心要帮她, 女人转头看了一眼李刚,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 李刚一皱眉, 遇到这种情况, 自然就只有一个办法了, 随后李刚便打通了求助中心的电话, 说明了情况, 挂了电话, 自己便进屋了, 李刚进屋之后才一杯水的功夫, 便有人敲门, 李刚开门一看, 认出了是求助中心的师傅, 那人见面就问对门是不是有人要开锁, 李刚在门口撕下张望, 发现女人已经不见了, 电话是她打的, 李刚自然得负责到底, 既然女人找不到, 师傅的上门飞, 自然得由她来出了, 目送着师傅离开, 李刚也只能轻轻叹了口气, 尽管如此, 李刚倒也没多放在心上, 最多是觉得奇怪, 但是一周后的一个晚上, 事情却朝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了, 那天半夜, 李刚和徐瑞已经入睡了, 不知是半夜几点, 他们隐约听到门外传了一阵哭声, 也许是夜深人间的关系, 这哭声特别清晰也特别凄厉, 一下把他俩都吵醒了, 徐瑞不敢去客厅, 便叫李刚去看看, 李刚表面上一脸不在乎, 心里却是慌得很, 他下了床, 随手摸立根棒球棒, 开门进了客厅, 那哭声很明显是从大门口传来的, 李刚走到门口打开猫眼, 想一探究竟, 门口站着的便是上次说要进门的女人, 不过这次他倒不是站在自己家门口, 而是对着李刚家的门, 只见女人眼睛, 嘴角鼻孔都在躺着血, 脸色惨白, 他好像知道李刚在猫眼里看的哭得更厉害了, 李刚一下子从脚底心麻到了头顶, 心扑通扑通地乱跳, 知道是见鬼了, 但他不敢弄出动静, 轻手轻脚地退回了卧室, 徐蕊看到李刚回来了, 脸色明显有些发白, 知道这事不简单, 便问他门外的情况, 李刚不想瞎着老婆便强装镇定, 没有说出事情, 徐蕊被李刚这么一说, 轻松了不少, 说完徐蕊一蒙被子继续睡觉, 可是李刚却不敢睡他半坐在床头, 一夜没有合眼, 第二天李刚请了一天假, 等老婆上班之后, 便去了物业办公室, 刚走进办公室, 李刚便朝物业经理发起了脾气, 似乎纯粹为了发泄这几天积攒的怨分, 物业刘经理愣了半天没回过神, 李刚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大概地降了一下, 刘经理虽说是将信将疑, 但看着李刚认真的表情也不好反驳, 于是他便拿出了一个小本子,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很多类似于手机号码的东西, 他仔细一查, 马上找出了李刚对面人家的一些信息, 对面这户房子的拥有者是一个卖钢材的老板, 这套房子是他投资用的, 自己并没有住在里面, 刘经理合上本子, 又仔细回忆了一下, 这户人家是曾经住过一个女人, 不知道和业主是啥关系, 这女人不怎么出门, 记得有一次收物业费的时候见过一面, 李刚的眼睛也亮了起来, 刘经理看着李刚, 显然没被李刚的情绪带动起来, 刘经理被过身去, 看都不看李刚一眼, 说这是他们管不着, 得让警察来管, 李刚想着反驳, 却也自知理亏, 报警也不现实, 警察还能管你闹鬼的事情, 李刚低垂着头, 走出了物业办公室, 又回到了家里, 他看着自己的新家, 为了这套房子, 全家人可是花光了所有积蓄, 嗯别提还欠着几十万的贷款, 可是才住进来没几天, 就闹出这个事情, 李刚越想越气, 越想越觉得不甘心, 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, 这时他突然看到了墙角的一根撬棍, 那是装修师傅落在他家里的, 他起身拿起了撬棍, 便朝门口走去, 李刚心里清楚, 要搞清楚最近遇到的事情, 非要进对面的门不可, 而要进这门, 没有别的办法, 只能暴力开锁, 想明白了这一点, 李刚也就不犹豫了, 他把撬棍凿进了门缝, 自己一只脚顶在门框上借力, 用力往后搬, 只听咔哒一声, 门锁的部位被一股力道挤得变形了, 门也就被打开了, 为了壮胆, 李刚对着门就是一脚, 门迅速弹开, 重重地撞到了墙上, 引起了门框的一阵抖动, 似乎是这阵抖动, 门框上有个物件掉了下来, 矿盲一声摔在了地上, 李刚捡起来一看, 竟是一面铜镜, 他在向屋里望去, 屋子里已经蒙了一层灰, 显得阴森森的, 他还没有纠结那枚铜镜, 一续往里走, 竟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, 虽说不是很浓, 但是能辨别出不是那种一般的臭味, 更像是肉腐烂之后发出的味道, 随后李刚在一面白墙前面停了下来, 这面墙映出了一块一块的淡红色水渍, 而那股臭味似乎就是从这墙里面渗出来的, 李刚有些害怕, 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揭晓答案了, 既然进来了, 就不能再退缩, 他轮起撬棍就往墙上砸去, 屋子里响起了一阵敲击声, 很奇怪的是, 这墙面的石灰层并不厚, 薄薄一层, 敲掉之后竟是露出了一层黑色的颗粒状的东西, 他伸手去抹那层黑色颗粒层, 抹了几下, 碰到了一个有些软的东西, 李刚心里顿时一惊, 额头也是冒出了不少汗,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, 他不敢再拿手去抹那个黑色颗粒, 而是拿撬棍继续凿边上的石灰层, 缺口也是越凿越大, 突然间一只青紫色的, 布满烂斑的手从墙里露了出来, 李刚往后一退,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, 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 最后他强忍住要吐的欲望, 跑出了屋子, 李刚随后就报了警, 警察在屋子里找出了一具女尸, 年龄大约是25岁左右, 已经死亡超过半个月了, 而这间屋子的业主孙某也马上被警方控制, 据交代, 死去女人是这个孙某的小三, 她一直住在孙某的这处房产之中, 因为一次争执中, 孙某失手杀死了女人, 随后孙某为了掩盖尸尸, 便把女人砌在了墙里, 在气的过程中, 为了防止有臭味渗出, 孙某颇有头脑的多气力层活性炭, 用来吸附尸体的味道, 所以李刚凿墙的时候, 凿出的黑色颗粒状的东西, 其实是活性炭, 至于那没个铜镜, 李刚之后也是有想过, 估计是孙某作贼心虚, 有意要镇住女人的魂魄, 怕她来找自己算账才放上去的, 也正是那没铜镜的缘故, 女人才会进不了门, 而一直在门口徘徊,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公友身上, 她是安徽的, 我们一起在江苏打工, 她姓刘叫刘杰, 比我年纪大我叫她刘哥, 刘哥两口子都在江苏, 跟我一样没多少文化, 她在工地上干活, 她老婆在厂里上班, 那天我们正干着活,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, 情绪很激动, 挂断电话就从脚手架上跳了下去, 急匆匆地往外跑, 我问她怎么了, 她说她老婆在厂里, 触电身亡了, 后面的事情都是刘哥过后跟我讲的, 她离开了工地直奔医院, 可她老婆抢救无效, 被摆放在了走廊里, 因为是一起安全事故, 也是她老婆在工作中操作不当引起的, 经过和昌理的协商, 拿了一笔赔偿金了事, 按照刘哥老家的规矩, 人即便死在了外地, 也要运回老家安葬, 刘哥跟工地请了假, 过了一辆冷藏车, 把她老婆的尸体运回了老家, 按照当地的风俗办了丧事, 把人下了葬, 又办了几天宴席, 等丧事办完了, 她就准备收拾收拾回江苏接着的打工, 她那天早上起来正在打扫院子, 一个本家的侄子, 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, 说她老婆的坟出事了, 刘哥一听也慌了, 丢下扫把就跟着她侄子往坟地跑, 等到了坟地, 李老远就看见她老婆的坟被人挖开了, 刘哥扑倒在坟前, 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, 这刚刚买好的坟, 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了呢? 棺材盖被掀倒了一旁, 棺材里空荡荡的, 不见了她老婆的尸体, 出了这么大的事, 肯定是要报警的, 可来的不光有警察, 还有听到消息的村民, 警察对刘哥进行了询问, 刘哥夫妻俩常年在外面打工, 一两年才能回来过一次年, 也不可能跟什么人结怨被报复, 警察在那边盘问, 围观的村民也没闲着, 都在议论着这件事, 有说刘哥老婆一定是炸尸了, 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的, 也有说是被人偷走, 挖了心肝, 练妖术作药引子, 当然这种说法也没人会信, 要是放在解放前或许还真有可能发生, 大伙议论才知道, 这丢尸体的事可不是头一次的发生, 在他们那有过几次, 而且丢的也都是年轻的女尸, 说是被人偷去配殷婚用了, 这话说得倒也靠谱, 可还是有人觉得不对劲, 按说真有人专门偷女尸, 那偷完也得把坟埋回去, 免得被人发现啊, 一时间你一言我一语, 各种说法猜测都有, 而且越说越邪乎, 警方经过现场勘察, 确定了棺材是从外面被打开的, 而且是人为的, 警方立了案, 刘哥只能在家等消息, 这一等就是三天, 几次打电话到警局询问都没有结果, 怪事发生在第四天晚上, 刘哥早早地就睡下了, 刘哥说在老婆死了以后, 他是第一次梦到, 在梦里, 他老婆穿着一身新娘子的红衣服, 一副很生气的样子, 恶怪刘哥不去把他找回来, 刘哥就问他老婆在哪, 可他往前一去, 他老婆就像烟一样散掉了, 然后又出现在了他的身后, 说有人把他从棺材里偷走了, 让刘哥快去把他找回来, 刘哥想问明白, 他老婆被什么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了, 可吴娟却消失不见了, 刘哥一着急, 从梦里惊醒了过来, 按时间来算, 那是他老婆死的第七天晚上, 按汤娜的说法, 人死七天后能回魂, 刘哥觉得他老婆一定是托梦给他, 想告诉自己他在哪, 可连续梦了两三次, 他老婆在梦里都没说在哪, 这也让刘哥更加的郁闷, 他邻村有个不错的朋友, 见他那个样子就请他喝酒, 想开解开解他, 两个人约在了一家小饭馆, 点了几个菜就喝了起来, 那位朋友就缺得想开点, 可任谁遇上这种事, 也没法网开了想啊, 人都死了还不得安宁, 而且警方把能查找的线索也都找了, 可还是没有头绪, 几杯酒下肚, 刘哥就跟他那位朋友说起了自己梦见老婆穿着嫁衣, 在梦里找他的事, 朋友听了觉得他是私欺心切,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 就提议喝完了酒到集市上去转转, 两个人结了账就一块来到了集上, 刘哥也没心思过, 两个人正走着呢, 他那位朋友突然停了下来, 刘哥就问他怎么不走了, 他那位朋友指着一个卖婚清用品的, 他会让刘哥看他们村有一个傻子, 正在摊位上买东西呢, 那个傻子四十来岁, 也没人肯嫁给他, 八成是想媳妇想疯了, 才会到婚清用品的摊位买新娘子用的东西, 刘哥听他朋友那么一说, 出于好奇就往摊位上瞅了一眼, 却看到了让他吃惊的东西, 摊位上挂着的一件新娘衣服, 竟和梦里他老婆身上穿得一模一样, 那个傻子买了些头花什么的, 离开了那个摊位, 刘哥快速跑到了摊位前, 指着那件新娘装问, 摊主刚离开的傻子是不是买过那件衣服, 摊主现实一愣, 然后说那傻子前几天确实买过一件, 刘哥听完之后就开始追那个傻子, 他朋友不知道咋回事, 就跟在后头问, 刘哥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, 可他就觉得那个傻子跟他老婆丢失的尸体有关, 两个人一路跟着傻子进了村, 那傻子只顾着摆弄手里的发家, 也没发现有人跟着他, 两人一直跟着傻子到家进了院子, 没了的动静, 才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, 傻子家里人早就死光了, 就剩他一个, 院子里也是破破烂烂的, 刘哥和他朋友发现傻子的房门上贴着喜字, 看样子还是刚贴上没几天, 他朋友也住在那个村, 可并没有听说傻子要娶媳妇了, 也不可能有人下了眼敢嫁给他呀, 刘哥进了院一直没出声, 他走到窗户跟前盲里瞅了一眼, 顿时就像风了一样冲向了房门, 一脚就把门踹开了, 他朋友原本还想拦着的, 可跟进屋一看就傻眼了, 就见傻子躺在炕上, 正搂着一个女人的尸体亲热被他们闯进去吓了一跳, 在看炕上躺着的女士不就是刘哥的老婆吗, 已经开始腐烂的脸上还胡乱化着妆, 应该是那个傻子干的, 刘哥就像发了疯一样, 冲上去揪住傻子就是一顿打, 除了恶妻又打电话报了警, 警察到场, 因为傻子没有行为能力, 也没办法做出处罚, 刘哥只能忍着满腔怒火把尸体带回了家, 尸体又重新下了葬, 刘哥也回到了我们打工的地方, 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把这事讲给了我听, 我觉得挺诡异的就分享了出来, 希望刘哥看到不要生气,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八岁那年, 当时在我们村子边上有一栋废弃的二层小楼, 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那里, 听大人说那栋小楼以前的房主家里条件很好, 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就在那二层小楼里, 后来着了一次火就成了一栋废楼一直荒在那, 只是那废楼的窗户用木板封的严严实实, 门也上着锁, 事情发生的那年正是放暑假的时候, 天气也是特别的热, 我在家里待不住, 就跟奶奶说要出去玩, 可奶奶不让, 说是这么热的天就别往外跑了, 于是我就百般的求他, 甚至把在门外等我的牛马都搬了出来, 最后奶奶还是同意了, 只是特别交代我, 千万别去废楼那里玩, 等我和牛马会合了另一个玩伴凤厨, 三人一路商量着该去哪里玩耍, 凤厨就说下河游泳, 可那年干旱河里早就没水了,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商量, 突然就走到了村边的那栋废楼旁, 牛马就说, 干脆到废楼里冒险加乘凉, 但我从小就听家里的大人说, 那废楼去不得, 心里早就有了阴影, 可凤厨和牛马却不理我, 自顾自地往废楼那走去, 见此情形,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, 要不然他们非得笑话我胆子小, 给我起个难听的外号, 等我们三个到了楼边, 从木板的缝隙往里面看, 只见屋子里面乱糟糟的, 不仅桌椅都倒在地上, 而且墙上也都被撩得黑乎乎的, 看起来有点阴森, 牛马看了会觉得没意思, 便想着进去瞅瞅, 可门锁着我们根本就进不去, 然而正说着话, 就听见哗啦的一声, 那锁门的铁链竟然掉了下来, 风厨捡起来说是锁头太久生就了, 简直就是命中注定了让我们进去, 闻言牛马一把推开了房门, 三人便走了进去, 然而一进屋, 就被一股难闻的味道呛的直恶心, 而且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油脂, 踩了我一脚, 简直恶心的差点吐了, 但怪异的还不止这些, 我们刚走没几步, 身后的房门突然砰的一声就关上了, 而那天特别的门热, 连一点风都没有, 门怎么就自己关上了, 想着这儿, 我和凤厨便跑过去想把门推开, 结果就发现房门被人从外面给锁上了, 紧接着我又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, 回头一看, 那地上的黑油脂竟然着了起来, 而且火势还越来越大, 凤厨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, 他让我们一起撞门, 可房门根本就撞不开, 窗户上的木板也掰不掉, 不过牛马还算比较镇定, 他往四下瞅了瞅, 让我们一块往楼上跑, 于是我们三个一起跑到了楼梯口, 有牛马带着头往二楼走进, 但走着走着我就发现, 在两边的墙上和楼梯上, 也有很多的黑油脂, 甚至那油脂还在往下躺, 可就是在这时, 前面的牛马突然停了下来, 好像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, 见此我赶忙伸头往前面一瞅, 却吓得我差点哭了出来, 因为在楼梯的拐角处, 躺着一个快被烧融化的人, 而且那个人猛地动了起来, 要伸手过来抓我们, 吓得我们是掉头就往回跑, 可跑了没几步就发现, 身后的楼梯上也有一个, 正当我们被堵在中间, 不知如何是好时, 我身后的牛马大喊了一声, 被上面的那人给抓住了, 也就在愣神之际, 前面的凤厨也被人抓住了脚脖子, 并且在楼梯的下面又走过来了几个, 往下面走肯定是不行的,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, 一咬牙就越过牛马跑向了楼上, 然而就在跑到楼梯转角的时候, 我回头瞅了一眼, 却恶然发现, 牛马和凤厨已经被黑油脂给包了起来, 见此我赶忙跑向了二楼, 那里有很多的房间, 我慌不择路地跑向其中一间, 可就在我要往里进的时候, 一个被烧化的人却挡在了门口, 吓得我立马停住了脚步, 然后就听见轰隆的一声, 那人身后的房间惊燃他了, 于是我又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, 那里的窗户上也用木板封着, 但却是出现了一个缺口, 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再去找别的出口, 而且那个被烧化的人也堵在了门口, 我只能试着从那个缺口出去, 虽然挤得生疼, 可还是让我给挤了出来, 而且窗户的下面有一个草垛, 跳上去应该摔不坏, 当时我在往下跳的时候, 还回头望了一眼, 也不知是被烟枪的, 还是真的看到了, 那人身上的油脂竟然都躺了下来, 露出了一张有点憨傻的脸, 见到这一幕我也不再犹豫, 直接就从窗户跳到了草垛上, 但在落地时脑袋被震了一下, 再加上惊吓过度便晕了过去,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 已经是在家里了, 大人说是在废楼那找到我们的, 我晕在草垛旁边, 可牛马和凤厨却晕倒在楼梯上, 他们的身上和嘴里全都是黑油脂, 而那栋废楼也并没有着火, 只是二楼他离开, 奶奶说那栋废楼的主人为了省钱, 找了很多智力有问题的人给他干活, 平时就把他们锁在那栋废楼里, 但后来好像被人举报了, 他就放了一把火, 把那些人全都烧死在了屋里, 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们村的, 后来我找机会去了他家, 在墙上看到了一张照片, 特别像那天把我赶到窗口的那人, 虽然这件事过去很多年, 可我一直都很后悔, 因为牛马和凤厨在那件事之后, 智力都出了问题, 如果不是那人把我从窗户赶下去, 可能我也会变得痴呆吧,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叔叔牛马的身上, 我马叔没啥文化, 初中没念完就出去打工了, 故事发生的那年, 他和一个叫夏勇的老乡进了同一个工程队, 刚好工程队接了个旧居改造的活计, 地点在城区南面的凤凰山顶, 由于他俩刚来对立不久, 只能干最粗笨的装卸建筑材料, 然而到了晚上收工时, 原本拉他们下山的运输车, 正巧又被派去了别的工地, 因此两人只能步行下山了, 当时下山有条小路, 还是当地挖损的老乡告诉马叔的, 比原本的主路少走一半, 他们之前也走过几次, 但那天下山却出了问题, 因为两人是下午五点出发的, 按正常的速度, 五点半就能走到山脚了, 可两人足足走了有一个小时, 却感觉还在拜山腰, 夏勇一边走一边擦着汗, 问马叔是不是遇上了鬼打墙, 但马叔却并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, 只认为是山路不熟悉, 难免会有走错的时候, 可话虽这么说, 他自己心里也是直打鼓, 倒不是怕什么鬼打墙, 只是这天眼看着就要黑了, 再走下去只会越来越难, 他正这么想着, 走在前面的夏勇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, 文言马叔赶忙一转头, 发现前面不远处确实有灯光, 虽说不是找到路了, 但能找到人家, 也算是吃了磕定心丸, 于是两人加快了脚步, 很快便走了过去, 原来那发出灯光的是一间工棚, 由于最近凤凰山在搞大开发, 山上有好几个项目在同期建设, 所以马叔一点也不奇怪, 二话不说就敲响了宫棚的房门, 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来开门, 只是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, 让他们自己进去, 等马叔推开门之后, 便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打牌, 而这两人也不看门口, 似乎注意力全都在牌上面, 这时站在一旁的夏勇摸摸头, 说出了迷路的事, 可其中一个男子却说, 晚上下山不安全, 大家都是干工地的没必要见外, 今晚就住在这里吧, 而另外一个男子也跟着附和, 说他们这里有饭菜和酒水, 让马叔他俩对付着吃点, 闻眼马叔和夏勇往旁边一瞧, 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, 这哪里叫随便对付, 桌子上有鱼有肉, 跟自己工地上的伙食, 简直是天差地别, 见此情形夏勇倒也不客气, 他天生便是个子来鼠, 拿起酒就准备往碗里倒, 而马叔的胃不好喝不了酒, 就只能光吃饭, 然而他刚尝了一口菜别发现, 这味道不仅一般还带着点腥味, 不过人家好心请你吃饭, 也不能要求更多了, 席间马叔又用余光, 瞥了那两个男子一眼, 发现他们只顾着打牌, 根本就不关注自己两个陌生人, 然而吃着吃着, 马叔就察觉到了不对, 这么大的工棚力, 不应该只有他们两个人, 但那男子闻言却是笑了笑, 说工地今天放假, 他们两个是值班的, 可夏勇这事却炸了起来, 他平时也会和工友赌个牌啥的, 这回看到牌又勾起了他的赌欲, 便向那两人提了个建议, 可谁知听到这话, 那两个男子也来了精神, 要跟他赌两百一局的, 夏勇的嘴角明显抽了一下, 原本他只是想小赌一把, 结果玩得这么大, 不过自己提的建议, 也只好硬着头皮玩下去了,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 当晚马叔和夏勇手技都特别好, 不仅没把牌都很顺, 几局下来还赢了大几百, 看着桌子上的一叠钱, 马叔有些不好意思了, 而这时夏勇也随声附和, 毕竟吃喝都是人家出的, 再赢这么多就泰国了, 可其中一个男子只是淡淡的一笑, 说既然不想玩那就再陪他们喝点, 说吧两人就领着夏勇去了旁边的餐桌, 可马叔却没有起身, 他愣愣地看着桌子上的那堆钱, 感觉有些不珍视, 于是他便拿起了一张, 对着灯光查验了一份, 虽然钱是没问题, 可手改上似乎轻了不少, 但马叔也没再多想, 站起身示意要出去小便, 走出宫棚后, 他随便找了个草丛就开始放水, 一泡尿下来顿时感觉身体一松, 然而等他小便完回头一看, 直接被吓得大惊失色, 因为原来的宫棚已经不见了,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坟头, 而夏勇正坐在坟头前吃着什么, 不用说按照刚刚的安排, 此时他肯定在和宫棚里的那两人喝着酒, 马叔看到这情景, 二话不说就跑了过去, 可走近了才发现, 夏勇手里正拿着一块肉, 再拼命地往嘴里塞, 但他嘴里早已塞满了泥土, 怎么也是塞不进去, 或许是嘴里塞了太多, 夏勇的呼吸不仅很微弱, 眼珠子还直往上翻, 马叔见状赶紧将夏勇扶了起来, 用力将他嘴里的泥室给抠了出来, 伴随着一阵的干呕, 一虎带着恶臭的污秽之物, 从夏勇的嘴里倾泻而出, 看到这场面马叔不免也有些恶心, 毕竟这祭祀的饭菜, 他自己也吃了不少, 马叔心想着此地不宜久留, 便一把将他给扛到了肩上, 然而就在他刚跑出没两步分明看见, 身后有两个人影从坟里冒了出来, 见状马叔一咬牙, 也不再看身后, 像一只眉头苍蝇到处乱跑, 随着他越跑越急, 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猛的一半, 整个人都跌了出去, 这一下可摔得不轻, 马叔半天都没爬起来, 眼前更是一阵阵的发黑, 可他的另一只手却摸到了硬硬的路面, 马叔顿时就是一惊, 原来这下山的主路就在旁边, 可他们白天却怎么都没看见, 有了这条路马叔也不担心什么了, 扶着夏勇就下了山, 回去之后, 夏勇在床上躺了一星期才恢复了过来, 但胃里却一直都不怎么舒服, 而他只记得那晚自己正和那两个男子吃饭, 但出了公棚之后的事情, 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, 至于马叔为什么能走出来, 多半是那泡尿里的大公, 之后马叔在上山时, 又遇到了那个挖笋的老乡, 并且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传闻, 原来就在十年前, 有个工程队进山修庙, 也为临近年末, 大部分民工都回家过年了, 工地上就只留了两个人在那值班, 不成想, 那几日接连的暴雨引发了泥石流, 整个工地都被埋了, 到最后两人的尸骨也没有找到, 只能在他们遇难的地点设了两处空坟, 而那两人遭遇不测枉死山中, 所以要寻些倒霉的过路客做替死鬼, 也算解释得通了, 你知道连职业捞诗人都不敢捞的尸体, 有多可怕吗? 他不仅可以在水中行走, 而且被他看上一眼, 更是会倒霉三年,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? 事情发生在黄河渡口, 李宗平当时是个厂里的业务员, 在那个年代, 交通并不方便, 业务全靠跑, 有一年, 他和一个同事因为一趟业务要过黄河, 八十年代渡河全靠人力称的沐船, 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人, 李宗平他们两人上了船, 等了半天, 也没有见其他人上船, 船老大吆喝一声, 掌浩那么一称就开船了, 船老大几十年的假定, 把船开得是十分稳, 同船的还有一位青年, 坐得无聊, 便掏出烟来递给了李宗平和他的同事, 三个人就这样聊起来了, 几个人对黄河的壮观进行一番赞叹, 聊了一会儿, 那个年轻人就让船老大给他讲讲黄河上发生的怪事, 可没想到, 船老大一口就拒绝了他, 那年轻人还怪声怪气地问, 听说这淹死的人男的面朝下, 女的面朝上, 是不是真的? 船老大就劝诫他, 走路不谈鬼, 坐船不谈水,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, 劝你还是别问了, 可那年轻人并不以为然, 还说大海自己都跨过几回, 这黄河有什么稀奇的, 嘴里闲聊着, 扭头往河里看去, 突然间,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, 惊恐地往后猛退, 重重地撞在了李宗平和他同学身上, 嘴里还支支吾吾地说着, 河里有人, 李宗平和同时以为有人溺水, 赶忙起身查看, 这一看, 两个人都大吃一惊, 就见浑浊的河水里站立着一个人, 李宗平扭过头, 冲着船老大喊, 快停船, 河里有人, 可怜叫了几声, 船老大就像没听见一样, 不做任何反应, 李宗平又提高了音量, 喊了几句, 船老大这才扭过来说, 不用叫了, 那根本就不是人, 这话一出, 让他们三人都很是纳闷, 那河里明明是一个人, 怎么船老大却说不是人呢, 这让李宗平非常气愤, 求船老大赶快把船停下, 船老大并不理睬他们, 只大喊了一句, 那是河底的冤魂, 并不是活人, 可船上的三个人怎么也不相信, 见船老大不肯停船, 李宗平执意要跳到河里救人, 船老大看他要下水, 大声怒斥, 想做替死鬼你就跳下去, 你们不怕倒霉的话, 就好好看看他的样子, 三人这才冷静了下来, 全都站在船前旁仔细地往水里看, 沐川在水里那人身旁缓缓经过, 从那人背面滑到了他的正面, 等看清楚了, 都惊出了一身冷汗, 那个人周身皮肤浮重溃烂, 没有眼皮, 没有嘴唇,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活人, 眼珠浑浊, 正以怨多的表情狠狠地盯视着李宗平他们, 李宗平他们三人吓得呆立在原地, 船老大又吆喝里声, 看清楚了就坐稳了, 我得加速了, 免得让他跟上, 船上三个人这才知道了厉害, 都死死地抓着船帮, 不敢再乱动, 船老大甩开膀子, 快速地向前划着船, 驶离了那片水域, 李宗平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, 那河底的人还在盯着他们, 直到船越走越远, 但没危险了, 这才问船老大, 那河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, 船老大也没隐瞒, 他说, 女尸面朝上, 男尸面朝下, 而韩月儿死或死心不甘的尸体就会立在水里, 这种尸体就连职业捞尸人都不敢碰, 甚至看得一眼都会倒霉三年, 而那种尸体飘在水里, 会随波而动, 在河底的淤泥上留下如同行走般的脚印, 三人听完后都面面相去, 李宗平心想, 若不是船老大拦着不让自己跳下水, 恐怕是小命早就没了, 再回头看一眼那黄河水, 也不再如先前那般壮观, 而是从心底产生了一种畏惧, 说来也是奇怪, 在那件事过后的两年里, 李宗平再也没有谈成一单业务, 后来干脆辞了工作, 在家族足待了三年, 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, 2019年9月份的时候, 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, 母亲生病了, 这让我很担心, 我赶紧跟公司请了假, 回老家陪伴母亲动手术, 我老家在哈尔滨的一个小县城, 火车由于晚点, 等到了站, 天都已经黑了, 刚出站就被一些介绍旅馆和卖发票的给围上了, 这让我非常心烦, 我没大理他们, 静止地走向了不远处的面包车, 那是一辆黑客车, 因为到了那个点, 基本上就没公交了, 我虽然不情愿, 但也没有别的选择, 车老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 在那里吆喝着, 大摇大摇, 上车就走了, 看到我走了过来, 就一脸眉笑地问我是不是去大摇, 那是一辆能坐下七八个人的面包车, 我伸透往车里看了一眼, 车上已经有三个人了, 跟老板谈好了价钱, 就上了车, 谁知老板却说, 再上俩人就走, 随后他又开始招揽客人, 但是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揽到一个人, 由于担心母亲的病, 我就赶紧催促老板赶紧开车, 我家还有急事呢, 老板应该是看实在等不到人, 这才是发动了车, 车子出了县城, 往我家走, 还有四十多里路, 一上车, 我就呼呼大睡起来, 睡着睡着, 突然, 一个急刹车, 我的头撞在了墙边的椅背上, 这让我非常生气, 刚想说司机怎么开的车, 没想到其他人就已经吼开了, 就这样, 车子停在了路上, 老板也有一些不好意思, 跟我们说车子突然熄火了, 试着打了几次火, 都没能打着, 最后没办法, 老板求我们下车帮忙给推一下, 虽然心里不情愿, 可也不能坐在车里耗着, 车上四个人全都下了车, 好在面包车不够沉, 推起来还挺轻松的, 推了有十几米才打招呼, 我们上了车, 司机不好意思一个劲地给我们说好话, 就在这时,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, 在车的后座上突然多了一个人, 可怎么看都看不清他的面貌, 但在我的印象里, 他绝对不是车上的人, 可车上好像除了我, 其他人并没有发现车上多了一个人, 我也没有多想, 心想的可能在我们推车的时候上来的, 到家还得一会儿, 我靠在椅背上又睡着了, 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, 又是一脚急刹车, 我又一头撞到了椅背上, 还没等我张嘴开骂, 司机先骂开了, 说是路上突然出现两个人拦车, 我站起来一看, 在路中间还真站着一高一挨两个人, 穿着黑色的大褂子, 看上去十分奇怪, 那两个黑衣人的出现, 车后坐上的那个人显得十分害怕,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, 高个子的黑衣人并不理会司机的谩骂, 呼拉一声把车门打开了, 离得近, 我才发现那人只有两米多高, 他刚上车, 就一股寒意袭来, 矮个子的人在外面挡住了车门, 车上的人都被这两个人的骑士给吓住了, 没人知道他们要干嘛, 也没人敢吱声, 大个子走到后面, 一把薅住了后上车的那个人, 拎着地往外走, 在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, 我偷偷瞟了一眼那个人, 他面无血色, 两个眼睛泛白, 两个黑衣人像是压犯人一样, 把那个人给压走了, 消失在了黑暗中, 当那三人走远了, 车里的人才松了一口气, 司机也开始咒骂, 骂了几句, 司机这才想起那个人是什么时候上的车, 就问了我们, 好像只有我最先注意那个人, 就回了一句, 好像是推车的时候上来的, 甚至原本就坐在后排的那个人, 才发现身边原来有个人, 车上的人都觉得这是有些蹊跷, 可也没太当成一回事, 车子又继续往前开, 因为我看清了那个人的脸, 也对这是比较好奇, 一路上我都留意在车外, 那三个人和我们走的是一条路, 司机开了好远都没看到他们, 又开了一段路, 司机减慢了车速, 前面好像出了车祸, 我起身往前面一看, 果然是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相装在一起, 看起来很是严重, 还有叫警在旁边处理事故, 车上的几个人全都挤到车窗前看热闹, 我也打开了一片车窗, 网出式的地点看去, 那辆轿车损坏得十分严重, 里面还困着一个人, 可当我看清那个人的样子, 瞬间冷汗直冒, 车上的那个人看上去已经死去了, 他竟然和之前上车的人一模一样, 车上的人都议论那个人撞得好惨, 可我完全没有兴致跟他们一起谈论此事, 我很清楚, 那条公路出了事故, 没有个把小时, 交警是到不了现场的, 如果是这样, 他又怎么会在不久前上我们的车呢, 还有带走他的那两个黑衣人又是怎么回事呢, 我回到家陪妈妈做了手术, 手术非常成功, 陪床的时候, 我跟母亲说起了此事, 母亲说那是阴间居魂的无常, 一高一矮, 穿着黑色大褂, 而我看到的可能是无常在居车祸死掉那个人的魂, 对于是天啊, 感谢观看